在5月31之前 就5月底之前會做初選民調 這是沒有錯 但是 沒有 還沒有確定 你不能夠講 萬一又錯的話 5月22是在 為什麼會講5月22是 最後中指會公告 立委的初選的部分 到底是誰要提名的公告而已 這樣之後才會做其他一個動作 所以5月22號這個時間點 並不是說從這一天 因為我們還沒有開中指會討論 要做對比式民調 互比式民調 所以不會這麼快 重點是還要通過中指會 當然 他是中指委 對 但昨天的這樣的延期 最主要是工作期程上面 那是 你說跟蔡總統的民調沒關係 因為像我那一年2011年的時候 就是參與了總統初選 結果蔡蘇執政的那一年 其實那一年的初選期程 大概是兩個月的時間 這兩個月你們做什麼 其實包括著 為什麼在第一次公告的時候 不想好這件事 其實你要討論政經委還有編論會 還是你要討論就是對比 跟誰對比 其實這都要細緻的討論 而且雙方進行協調 兩陣營進行協調 不下七八次以上 其實這個都是歷史 你沒有看賴清德最新的聲明嗎 他說最新的聲明是做了這個決定之前 完全沒有徵詢過他 他覺得非常的遺憾 傷害了民進黨的民主 這中指揮 昨天在中指揮裡面 其實各派系其實都在裡面 有人有想到要去問一下賴清德嗎 昨天是中指揮 應該賴清德這部分他有被徵詢 他當初登記也沒有徵詢過任何人 所以今天曹操被新潮流 這樣徹底放棄 我必須這麼講 他已經被新潮流徹底放棄了 我認為昨天的中指揮 對我的感覺 並沒有 當然除了林俊宣委員之外 其他人為他發言的力道 實在是不夠強 有人幫他講話 除了林俊宣 還是要講回來是說 剛剛只好講正確 其實目前當初初選 可能是真的沒有準備要初選 這是我們可能 黨部以及我們中指揮的一個缺失 何必打假球 沒有 不打假球 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 很清楚這禮拜六 如果馬上要交給國民黨 馬上辦個證監說明會 你一定也沒辦法 我們承認我們民進黨沒有辦法 這個禮拜六 你要決定電視台 要決定這個 可能到底誰來提問 有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包括你這兩位候選 你都要能協調到滿意 恐怕都沒有辦法 況且其實如果現在 要決定民調的方向 我們這次定調的就是 畢竟在民調中心跟我們報告的就是 一定要用對比式民調 你現在到底對比式民調 要對誰 你要對朱立倫嗎 還是翁金平呢 我想國民黨也要不要 你們不是都假設是我韓國瑜了嗎 你們剛剛都假設韓國瑜 我們要尊重一下國民黨 最後有徵召韓國瑜的時候 民進黨還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 當然在這時刻 如果要貿然進行這樣的初選 第一個 初選的方式並不完備 第二個 初選的 我們一直期待的 兩位蔡英文以及賴清德的 路線之爭 或者路線的大辯論 我想不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他們有路線之爭嗎 我想他們有各自的一個理念 所以你意思是說 等到國民黨正式提名的 你們才要辦出去 所以我想這樣也是比較聰明 你們國民黨 5月22號就會提人了嗎 不會 我可以引到6月 所以這顯然還要再延期 對 我可以 最好 很多人在講 對韓國來說 最好是6月5號 剛剛是因為休會之後 再來處理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要延到6月面 但你昨天為什麼不直接寫 等國民黨提名之後 我們再處理 不是 我們這部分 我在報告大家程序的部分 不是 這個你們不要上當 今天是黃議員帶進來的 又帶進了說對比式比較好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黨中央並沒有確認 說一定要對比式 而不要互比式 你沒有參加中職會 他昨天有參加 我更有疑問 我更有疑問 真的非常看不起羅文加密事 因為他退出政團以後 就是回到他的 原來的清新的本心 然後他回來 他也講了說他為什麼要回來 但他昨天真假 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整個過程裡頭 是37 39個中職委裡頭 有兩個 就是林俊憲 笛系的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不同的意見 難道真的只有他們兩個嗎 如果只有兩個的話 為什麼開會要那麼榮場 為什麼要休息 休息的時候 不同的意見當然都有溝通 最後就是為了好看 為了向全國人民交代 說我們和氣一團 說完全沒有人反對之下 有得到下面這個共識 這有夠假的 你羅文加 你好好一個小孩 你生一個人 在阿炳的政府之下 你算全身而退 你現在好不容易回來 就是為了他的小孩 不是為了黨 也不是為了國家 為了他的小孩 將來過一個比較好的日子的話 你今天竟然作假到這種程度 這樣說的有夠假的 你應該坦白一點 像蔡英文覺得說 說我不確鑽 不是說老實 你不確鑽 你是怕輸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是說 你如果支持度超過40% 還是45% 也沒人會給你挑釁 老實說比較沒事 搞實說人家會感動 老實說比較不會恐怖 這樣看不去 今天我告訴你 你昨天雖然贏了那一場 今天到處每一個角落 看不去蔡英文總統 看不去民進黨的人 有夠多 我告訴你海外 海外昨天從北到南 美國 美國北部到南部 東部到西部 大家撞不住你知道嗎 大家都撞不住 大家說 告訴你他們已經要捐款 要幫賴清德買網軍 我說網軍是用買的嗎 他說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你搞得這樣沸沸揚揚 就是說 我跟你講今天就是因為蔡英文落後 所以才要往後延 你往後延就是說 往後延對蔡英文有利 對賴清德不利 但是你們把賴清德看錯了 因為昨天李俊逸在這裡 說我賭 我抱歉 我沒錢 他跟我要賭一千塊雞排 他說一旦延了以後 一千塊 口誤 不要亂拚你 我要跟你講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一旦延了 賴清德就退出了 我說不會 他要跟我賭 我說我不要賭雞排 我要賭到蔡英文的官邸前面掃地 後來這些都勸我不要 不要為這種無聊的事情 你看賴清德有沒有退 不會退 你們就是誤判賴清德 你們現在要期待他清德退嗎 我先告訴你 他不會退 如果又從5月延到7月 會 他還是不會退 還是不會退 所以就一定跟你選到底就對了 還有蔡賴配也絕對不可能 不配又不退 最後他會出現在公報上 也要出現在清潔公報上 我不覺得蔡賴配的機會 有那麼小 這一點是我跟大王的看法 那我們兩個來賭 大王 你沒有兩個人在找人賭 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現在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就在於獨立機關不獨立 民主進步黨沒民主 這是民主的展現嗎 剛才這個 有 我們要負責任 剛才議員說 這個如果讓你們國民黨 禮拜六的時候 時間太倉儲 對不起 日成不是我們定的 日成是你們民進黨 原本的主席定的 我承擔當我說 中指揮當時司令不周 因為你們當時會這樣做決定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想到 我為什麼說你打假球很簡單 就是你明明擺了一個初選 但你實際上沒有想要初選 你實際上就是想要 蔡英文一個人出選 你們的初選 當時是為蔡英文 聊生訂做的 因為你覺得不停止初選 這是不停止初選